我會依然吸責 我會依然吸責 都說我太胖 我不好 我太胖了 手大圓 學姐 我不是吩咐過你 什麼樣的情況下 都不能對病患大呼小叫的嗎 我在十三樓的廁所 都聽到你在罵Jeff 學姐 那是因為他剛剛 學姐 你不要責怪宋大圓 都是我不好 因為我體重太重 害他推不動 才會害得他情緒失控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宋大圓 平常叫你鍛鍊身體 你不聽 三十個福利挺身 現在 立刻 現在 還看 是不想在骨骼混了是不是 是 不好意思哦 抱歉 抱歉 這樣害得你要體力訓練 學姐 他那個屁股的姿勢 好像應該要抬高一點耶 屁股抬高啊 手勁來練 肩膀平起來 他害得你哦 去訓練體力 真不好意思啊 屁股抬高 肩膀很緊 好 好 好 趙元 你怎麼了啊 垂頭上氣了 對啊 大圓 你臉色看起來好差哦 你剛剛推Jib去曬太陽 還順利嗎 我不知道到底哪裡得尊這傢伙 他還在整我 他的確是講話高高在上 態度很不客氣 是不是他說話的方式 讓你準不說話 他根本就是在找我查 天啊 這是重量級貴病狗 也太過分了吧 誰受得了啊 根本目中無人 有錢就可以這樣 招踏別人嗎 這真的太誇張了 大園 你要不要想想看 你是不是有什麼地方 去惹惹他啊 我哪知道啊 太太剛來而已 最好是有時間 可以惹他了 還是有什麼誤會啊 一點誤會也沒有 他就是隻名副其實的 金湯匙怪獸 嗨 Jeff 你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我來幫你兩個拜託上演 我按您了嗎 你這樣突然闖進來 你想嚇死誰啊 抱歉 我剛剛有敲門啊 你可能沒聽到吧 我先幫你量血壓 幹什麼東西 你現在其實是胖子血壓膏 是不是 不是啦 量血壓本來就是基本例行檢查嘛 跟胖瘦無關啦 而且你這樣不算胖啊 身材適中 很有安全感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是壯囉 壯 是壯 好Man喔 那你覺得我有吸引力嗎 當然… 你這種嘴臉我看多啦 你就是那種想要打扮得漂亮亮 就可以勾引富二代 然後你就可以晉升為 名媛貴婦的女人 喂 你講話注意一點 你憑什麼都講我 算我好心勸告你啦 像你這種長相平庸 眉胸又眉屁股的醜女 你想要勾引我還找得很啊 醜女 竟敢叫我醜女 我可是護理症之花耶 有沒有搞錯啊 她還是自我感覺良好的 靠罵之類 氣死我了 院長夫人的喜怒啦 喜怒啊 不要叫我院長夫人 沒割掉 但還是要喜怒啊 陳昀學姐 我懂 我非常懂你的心情 奇怪 這個金湯池小胖子 到底是有多優秀 後來到底是多硬啊 講話態度 竟然這麼囂張跋扈耶 退了 你們這樣看我幹嘛 因為你在身心科啊 他到底背景是怎麼樣子啊 他爸是誰 你應該比較清楚吧 我也想知道 但是林祖師什麼都沒講 就說Jeff先進養 不用來報到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連學長都這麼寵他 那我們這些英特兒 不覺得要被折磨到死了嗎 好 真是太可惡了 真是想要好好教訓這個靠罵的 傲來打死你 來啊 好 學姐 好 是傲來打死你 真的都是一樣的意思啊 我不用生氣啦 我是護理症之花耶 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找那個 散播消息的人 看看他的消息是從哪裡來的 或許可以找到一些 蛛絲馬跡知己知彼 才知道怎麼來應付這個 金湯匙小胖子 不要過來…救命啊 你們想要對我做什麼 快說 那個靠罵族 到底是什麼來歷 他爸爸是誰 你從這招來喔 你們怎麼還問我啊 不問你要問誰 消息是你傳出來的耶 雷大 我受夠了 要不是因為他是小王子 我需要天秘情勢嗎 大远不對啊 你不得不聽小王子的話 是因為歐陽族事吧 到底喔 為什麼偵探學長上升 好… 誰叫我 他們這麼多人集在這裡 是不是有什麼驚人的秘密 快說 學長 沒有驚人秘密 只有滔天怨氣 我們快被那個小王子 搞得水深火熱生不如死 我們只想知道 他到底是什麼來頭啦 是不是有什麼最新消息 趕快跟我講 知彼知己 百戰百勝 這樣我才不會把馬屁 拍到狗腿身上 來… 來… 0… 快說 我怎麼會知道 我一直聽說的喔 我是聽泌尿科神經病房 他們的護理師阿長說的 他們家阿長 就是聽腦神外病房的 掃地阿姨說的 掃地阿姨在掃高層的廁所的時候 偷偷聽到的 這個準確心應該很高吧 聽說應該 那我不是只是謠言嗎 林大赫 你現在是在耍我們就對了 你要是讓我知道 你根本就在瞎掰 老娘 弟弟一個妹子 你真的沒有啊 是 只是謠言 你也拿來呼籠我 林大赫 我看你今天真的是 等一下 宗醫師 你應該是最接近真相的人吧 此話真講 因為李醫師的資料和檔案 都是你在整理的啊 你只要把那個小王子的資料 調出來 不要說是他爸爸了 就連他祖宗十八代 都一起真相大白 對喔 所以我只要趁著月黑風高 偷偷摸摸 鬼鬼碎碎的 當不成神刀 你可以當神偷 越說越誇張 偷怎麼可能會是我去偷 那你去 我 我算哪根蔥哪根蒜 當然是總醫師你啊 好啊… 不然就不要查好了 就把那隻神豬 當作漏豬一樣 不過到時候 總醫師那個橘子篩錯 就做白工也不關我的事 好 對… 你說得對 千萬不要把這個寶貴時間 浪費在那隻豬身上 對… 超慘的 小王子 豬… 小王子 豬 地下跌好多喔 真是啊 總是傷人的 只是喔 只是什麼 只是他真的是 尊貴的金康石小王子的話 總醫師你可就慘了 這個醫界這麼小啊 你的仕途未來堪慾了 怎麼辦… 所以啊 為了總醫師的前途啊 還是弄得清爽比較好 對… 到底他是放在神桌上 供奉的神豬 還是放在砧板上的肉豬 一定要搞清楚 交給我… 我一直以為大賀是個單純的男孩 想不到學長 竟然被他牽著鼻子走耶 果然跟連組之久 連他的破心咒都運用自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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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喔… 好… 主持人手 这个干嘛 死刀 死刀 程鸿医师 上一间半夜来我办公室找什么 我那个 是来 我们总医师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哦 秘密它就是秘密 我一定会烧狗楼瓶 滴水不热 保密房间 一个字都不会讲出去 这秘密不就是为了要被发觉而存在的吗 所以它不是秘密 秘密不热 秘密不热 那是个问题 所以 所以我到底不会讲的 我等 实陈 杰逸 你们回来了 今天工作到这么晚 辛苦了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新室友 神刀 新室友 不好意思 打扰 我不是有跟你们说过吗 你们还跟我说 哇 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吧 求之不得耶 对不对 史珍 对啊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礼物耶 对 对啊 对啊 欢迎 欢迎 最近太忙了 我都忘了学长让你家住了 对啊 曹大元 你今天应该要好好提醒我们一下 我们才能好好欢迎学长啊 对啊 家里这么乱 我们都没有时间准备迎新趴了 好吗 迎新趴我们快一点再讨论 我先带老师去休息… 老师 走吧 我帮你拿起来 老师 那你就先住佑俊的房间 很大很舒服吧 宋大宇 你在做什麼 没有啦 这应该是芙蓉她 芙蓉她忘了太早了 风流医生 俏护士 这应该也是芙蓉的啦 芙蓉还是大河 他们忘了拿走 我去把它通通处理掉 好 老师 石正正 赶快帮她处理一下 这 这什么 这有什么处理啊 这有什么处理啊 老师 宋大宇 不用整理了 我随便睡就好了 老师 你放心 都整理好了 你可以放心的就行了 谢谢 那我就在这里打扰几天 好 我也不打扰 杰逸 怎么了 学长 我有工作上的事情 要请教大员 你可不可以把大员借我一下 宋大员是人 不是个东西 你不需要跟我借 如果你有工作上的问题 随时可以问我 只是小问题 我想跟大员先自己讨论看看 不用麻烦学长了 学长 你不要客气 把这边当自己家 大员 走吧 学长 你早点休息 早点事 不行 我坚决反对神刀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姐 如果你是要怪我先展后座的话 我先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本来第一时间就要告诉你们的 但是今天阿福把我搞的熨头转向 就忘记了 大员 你搞错重点了 我不怪你 有没有事先跟我说 可是神刀来我们家住这件事情 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了啊 对啊 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真的是很荒谬啊 都是我的错啦 我应该先问你们的意见 再做决定 可是现在神刀已经来了啊 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嘛 对不对 拜托啦 就让他住个几天嘛 自在 姐姐 其实大员说得也没错啦 学长他才刚来 现在就要叫他回去 就算是芙蓉 我们也不会这样对他 更何况 他还是我们的学长 为了负起责任 只要神刀在的每一天 值日生都有我来做 早餐 午餐 晚餐 都有我来帮大家准备 就当作是我对你们的补偿 不用这些好处引诱我了 想到跟神刀坐在同一个屋檐下 就好像24小时在医院里面 一个都不能放松啊 放大员 老师他在叫我了 姐姐 你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好 求求你了 好不好 醒神容易送神难 现在怎么办啦 老师 老师怎么了 这么晚你要出去哦 我要回去了 回去 为什么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老师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 我当初听陈振泰说 你因为愧疚 希望我搬来宿舍 让你有机会可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作为补偿 老师 我那时候认为 如果没有给你机会弥补过错 你这辈子恐怕会耿耿于怀 所以我答应了 但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老师 震探学诈 说的是真的 我害老师受伤 没有办法帮病人开刀 连生活起居 都没有办法自理 我真的很愧疚 我真的希望 可以好好地照顾老师 没有办法自理 你有这样的心意就够了 但是 身为师长 又身为师长的尊严 不能利用学生的心意 造成学生的困扰 不不不 不困扰 老师 你就留下来了 怎么了 厕 厕所在哪里 厕所在那里 我带你去 学长 你还可以吧 我们家里是免治马桶哦 你不用担心擦不干净 也不用担心浪费卫生纸 陈震台 竟然把这种事告诉他 你教我这个老师 人以后往哪摆 你 警力 大元他不是笨蛋 他一定知道 正太学长在耍诈 但他还是因为附体责任 照顾神道 他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人善被人欺 你省省看 你这么用功要做什么研究 如果神道住进来的话 对你有好处啊 哪里好啊